端午节这一天 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吃粽子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而相关习俗也远传到了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 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不同肤色背景的家长和学生 共聚一堂 手把手学习如何裹粽子 粽叶和糯米飘香的课堂 也寓意着中华文化 开枝散叶的季节 年数的增高以后 这些孩子有了一种文化认同感 对我们中华文化有种文化认同感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吃 我们的中华美食 也喜欢做 也喜欢吃和老师一起 我学中文是因为 我爸是在中国工作的 你知道端午是怎么回事吗 就是为了纪念起源 这所学校的老师 也在课堂上讲解 门楣差爱曲鞋的由来 身穿中华传统服装的学生 此后也在活动室当起小小演讲家 胸有成足地分享中华传统故事 舞台上的小孩也有模有样地 挥着船桨滑起笼舟 赢得台下父母满堂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